王菁姐 王菁姐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星期一晚的 令世界覆奬的陰謀 我有一點點卡卡的,怎麼辦 為什麼不卡卡呢? 不知道啊,剛剛卡住淡 光誇香港時代革命 是啊,這個口號我都不知道可以說到什麼時候 什麼不知道可以說到什麼時候? 哇,真的要對著鏡頭屌你 不是,因為認真 什麼說到什麼時候? 不是說貶易的一件事 是說最近有一些新聞 也是大家的族友們 應該都會有看到 在這裡有個新聞 有個議員,有個姐姐 她都已經說了 喂,這一句的口號 因為觸犯了某一些關於國安法的條例 說的是介乎於一些比較敏感性的字眼 所以有機會會被逮捕 但是其實國安法其實現在很多事情 還沒有明確地去說明裡面的一些細則 其實現在暫時來說 大家都不需要太擔心 不是擔不擔心,是根本不需要擔心 為什麼剛才我這麼大反應 是不是都要硬你一下呢? 這一句本身就是我們要反抗一些東西而出來的東西 之後你是怕了就沒有了 然後你是擔心還能說不說 由始至終根本是不需要擔心 正等於榮剛這首歌 我看到那些人出帖什麼 5201314 我擔心你嗎? 這個歌本身就是在抗州出來 然後你就說怕一件東西 又把那件東西丟出來 吃屎吧,那個人是不是裝屎啊? 我擔心你 而且我發現最近很多二次創作 將《光火香港史大革命》這八個字 將它變成不同的一些圖樣 即是一些圖 你講到這裏,第二要再硬你 這些不是叫二次創作 這些叫做妥協溝作 你是妥協了一些東西才會做這件事 從來都在說這件事我們是不妥協的 就才要去做 所以我真的很吵 是,立刻安撫吧 一定要怎樣 我要扭證你某些觀念 如果你很害怕一件事 你簡直不要說 你不要用另一些方法很害怕的去說 即是掩飾的去說 你害怕就不要說 簡單的,每個人有負擔 家庭、子女、賺錢 明白啊 合理的,理解的 你不要說到自己 我的心還在 但你做的事不敢在 說是嗎 真的要扭證 真的要扭證 其實跟今天的主題 是非常之有關的 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不可以說非常有關的 我真的很認錯 其實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今天的主題 怎麼說呢 非常之激昂 今天的主題 或者可能是因為一些 政治的情況 上面而被打壓的一些情況 在古今中外 經常性都發生 不僅止現在我們今時今日的香港發生 其實古時的中國 或者西方的一些國家 都是有出現過的 我們先冷靜一點 我們由這個小中國歷代的說起 其實中國歷代有一樣東西叫做五握 那這個五握是什麼 都在說一些圖書 去做一些範圍 我先說一些事序 最先一定是說秦始皇範書 沒錯 然後有這個赤薇入關 董卓千刀 劉石亂華 還有這個蕭逆範書 其實還有第六個 我覺得是有六握 就是這個 中共國安 是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其實在這個 國安法出現之前 其實在中國內地的時候 其實大家很多時候會發現到 有些書是被列為禁書的 也都在香港的某一些書店 是曾經出現過 因為售賣禁書 而被打壓的一些情況 那當然一聽就知道 是在說這個七頭艇事件 但其實 我又不是說很想說現在的政治 因為都未到我們說 我都是負責勞氣的人 但是 我們也不可以完全避開 例如我們今天說禁書 我們附近發生的新聞 就很明顯一定是洗頭艇 是 當時 也都是什麼禁書 會被人禁 我講其中有些例子 中共海外情婦榜 然後 情婦 對 情婦榜 有些什麼 青邦五角 江澤民如是說這些 另外還有一些 2017習近平崩潰 江澤民大勝習近平 等等這些類型 是 因為 你持續的那個 是不容易見到 就禁書了 是 情婦榜 你給別人看看 開車 開車 可以不可以 看看質素好不好 又很難 OK 也是的 口味各人不同 我在這方面 是有racist 在國籍方面 有racist 當然最近也有新聞 就是在說 圖書館 黃之鋒 陳雲 那些書 是被人下架 這件事可以 我們曾經說過的一件事 就是一個極權 他怎樣可以控制所有人民呢 就是靠 譬如滅聲 在文字語言上 去做一些 制止 限制 因為只要你的人民 是蠢 不會想法 事實上 是方便管理 這個是真的 但有一件事就是 博金離開了 在他最後著作 提到的一件事 是令我的思考很深 我們人類的進化 是靠DNA的傳承 去帶一些知識 去另一條DNA 再衍生出來 是的 他提到一件事 就是書本的知識 其實情況跟DNA很相似 而且書本知識的傳遞 其實是人類的二次進化 人類的進化 就是靠DNA的傳承 然後傳承開去 而書本可以是 比DNA的速度幾何級 因為平均一年 可能有超過百萬本 不知幾十萬的 我記得 有超過百萬本 是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 曾經有人宣稱 自己可以看完整個地球的書 當時是可以的 但始終追不回速度 因為現在地震的速度太快 每一年 你看到香港最流行的 接下來就快到書展了 是的 書展每一年都會有很多不同的作家 即是出一些書 或者不小心走過一些書店 都會看到有很多新的主作出來 其實那些書呢 我自己這樣看 對於我來說 我讀書時期 是很不喜歡看書的 我也是 但我現在很喜歡看書 我也是 現在我會有一個自己的圖書館 我那些是三上 播放多東西 那些是圖書 那些是書 圖書 那些都是知識的傳承 那些是看碟的 不是書 我喜歡 我死真摘的 看相片 其實 有趣的 就是因為小時候讀書 因為香港填納式的那種 塞一些知識到你的腦 你就會很不想看 很不想讀 但是到人大了的時候 你出來社會 接觸多了東西的時候 尤其是有時候做節目 尤其是我是接觸多了一些 可能比較神秘學 或者陰謀論那些 但沒有的 其實那些書是比較少的 通常是網上的 聯繫範圍 它都是在書上衍生出來的 你看多了書 其實你就知道 如果你很想看一些很神秘 很神秘學的東西 我和你的知識 是未必拿到一本書 都不會看 因為它裡面的語言 我們是完全不懂的 有些其實是譯本的 不是叫你看原著 原著的話 其實有很多都是其他外語的 一些比較傳承一點 我們通常看的都是看一些翻譯本 或者可能稻辱一點的 就是看英文 如果情況許可 或者有時間去揭一下這個字典的話 剛才提到課金 課金其實也有說了一件事 就是今時今日如果你想看整個 英國那個圖書館裡面的書 說的你不眠不休地去讀 都要讀一萬年 你才讀得完 不知道一個圖片裡面的圖書 小花 你有沒有以前無聊的時候 特意去圖書館打書釘一天 我當然不會 怎麼會去圖書館打書釘 圖書館借錢是免費的 借錢 你借書嗎 對不起 是借書 圖書館有錢借這麼開心 哪一間 我知道 圖書館借錢 圖書館借錢 圖書館是借的 我想說不用錢買 因為圖書館的書是不用錢買 那是可以借 借 我吃了很多個字 圖書館借錢 我認為是去買的地方 譬如成品 還有成品 還有就是成品 我也是很喜歡成品 其他的就不要去 因為都放了很多東西 我自己呢 以前可能比較 在讀高級學校的時候 我讀書在銅鑼灣 我是很喜歡去中央圖書館 我試過有好一個月時間 差不多有五至六天 都會是由他開館前 我已經佈定在門口 去到他關館的時候 我才離開 好啦 我們其實呢 叫做開了一個很長的頭 我們今節可能會長多一點 我們先進入我們的正題 其實我們今天也是講一些書 但那些書呢 其實是沒有 我所知是沒有列為一些禁書 還沒去到禁書 但原因為什麼不是禁書呢 我認為是因為 大部份人 甚至乎今時今日 根本看不明白 對 除了作者本身之外 是沒有人破解到 這本書 究竟說什麼呢 究竟這些書 有沒有人看的呢 其實這些書 是很奇怪的 裡面的內容 剛才提到 英國的圖書館 那我們就從一本 叫做索亞的書開始 我們先去這個 10A那張圖 10A這張圖 這個胡蘇佬 就是索亞之書的作者 索亞之書其實是什麼呢 索亞之書本身 它裡面是有很多的魔法陣 可以去10B 其實到今時今日 是沒有人破解到它 這本呢 你見不見可以殘殘的 其實現在呢 是放在英國的圖書館裡面 是原本一本來的 那這一本東西是被誰發現呢 其實當時有個叫做阿John D的人 他是伊利沙伯女王一世 這個時間 一個數學家 天文學家 幫他效力的一個天文學家 但是這個人呢 很喜歡看神秘的陰謀 如果是今時今日呢 我相信這個人 肯定是出了很多 Contact Farm的人 不可以說Contact Farm 應該出了很多 神秘的人 狂出帖子 其實這個John D 他是曾經擁有過一個 英國最大的圖書館 沒錯 館長 所以他就是在這個圖書館裡面 突然之間發現到了 抱歉 我剛才說錯了 他不是作者 他是發現那個人 他是發現本書的 但是呢 這本書的作者是誰呢 我知道 是哥利 哥利? Gulu Gulu 魔法就是哥利 我混了一陣子 是啊 我戒指是不記得 但是你一定記得 可能是哥利來的 他發現了這本書 其實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在他的圖書館裡面出現了 然後他就很奇怪了 他也花了很多時間 去研究這本書裡面的魔法陣 但是其實都是屠羅武功的 他都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他還沒有那支帖子 所以他就拿不到魔法陣出來 但是他裡面的文字 其實都真的破解不了 不知道是什麼文字 相傳我記得有說過 是拉丁文 看下去 我真的不會讀 我不會讀 但有一件事發生了 就是他不停地研究魔法陣 開了十詩那張圖 但是他沒有研究 他離開之後 這本書其實在他的圖書館 消失了五百年 直到1994年 這本書有兩個版本出現 而且又是在英國的圖書館裡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 這個真的不知道 說得好像我們要破解 其實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是覺得挺有趣的 有一些圖書會不會突然消失了 以既有的一些想法 突然消失了五百年那麼久 會不會是一些相關的人士 發現到這本書 是不是不小心流失了 然後找到它在哪裡的時候 看那些道母的電影看得多 立即派人去收一本書 他不是不能破解 因為剛才說他是拉丁文 他真的是拉丁文 但是他拉丁文之餘 他是把那些字 隨機排列 其實我不可以說是隨機 一定是有他的圖書 但是他排的圖書 好像是亂擺 其實挺有趣的 我發現以前中世紀的一些書 尤其是比較一些神秘學的書 有看過達文西密碼的朋友 喜歡看這些神秘學 或者解謎類型電影的朋友 一定會有類似這方面的知識 一些書的不同字母排列 甚至乎是Netflix有套劇 黑鏡有一集 都是把不同的人名 都是不同排序 變成不同人名的一個組法 都是一些比較陰謀論 或者比較神秘的一些 要你解謎的一些書籍 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這本索瓦之書 其實也是神秘的 有時候我看到某些遊戲裡面 他有一些道具 都是叫索瓦之書 有的 有曾經出現過 所以這本書其實有很多遊戲的一些 可能那些 訊息 我又不覺得是這樣 或者魔法陣 都會借用了這本索瓦之書裡面的一些 圖長 或者一些魔法陣 阿John D發現這本書的時候 他感興趣當然是 我相信是因為裡面魔法陣 始終在他身處的時代 基本上那些什麼巫師 黑魔法等等 其實是非常有盛行的 但是這件事也跟我們之前說 日食那一部分有一點關係 就是 日食都可以拿來是有一個政治的用途 其實黑魔法等等 他們背後 我相信政治的層面是很高的 我不是要禁止沒有黑魔法這件事 只是大家怎樣理解那一件事 當時的社會 可能就是用了什麼魔法陣 黑魔法等等 去 或者甚至乎就是這一類 是有固定的東西 去隱藏自己的意識 因為可能他直接說了這件事出來 要不就是那個很好的秘密 不過又不會 如果真的是秘密 他不說也可以 是啊 但是 他知道 他這個信息就是要帶出去 讓同道人可以知道 即是讓他流傳下去 直到有人拆解為止 去 叫做 解釋或者去找回 當時究竟有沒有一件大事件發生過 我覺得會是 有些這樣的隱藏信息 有 但是最後很可惜 這本索瓦治書 去到今時今日 都未有人解釋過 都沒有跟路人 唯一一個很近的就是戈利 但是戈利 戈利本身在日本 戈利不懂得看拉丁文 他看那個是什麼文 我忘記了 但是他懂得看一隻文字 總之他一定不會看拉丁文 那我可以先回來 我們第一節暫時講這本書 其實我相信大家在網上看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這本書 我們今天如果時間許可 我們就會輕輕講解一下九本 其中有一本其實是 我忘記了《鬼異生世界》還是《陰謀》 有Victor說的 是 他是曾經介紹過一本這本書 這個我們在最後最後就會輕輕提及一下 對 好 今次時間差不多 下次回來再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